許淑華 拜託 放心跟數位來做我們南投一個解放 蔡兵 拜託 南投要找回光榮感 你要有經濟基礎 不能只有你們說 聽聽選民心裡話 縣長參選人分別是誰 不知道 你知道你們他兩個人要選縣長嗎 不知道 一個國民黨是推許淑華 民進黨是推蔡培惠 那你有聽過他嗎 許淑華 許淑華 我知道 今天是南投市長 還有他有當那個立委 蔡培惠是行政院的那個執行長 請問許淑華小姐你的身高多高 你還會穿高跟鞋嗎 我170公分 我很愛穿高跟鞋 選後我就立刻穿上去 想請問您平常跑行程的時候 最喜歡喝什麼手搖飲呢 我們氣泡飲不錯喔 我喜歡喝氣泡飲 我很喜歡喝手搖飲 而且我的手搖飲很特別 就像純的檸檬汁 或是加小珍珠或珍珠 超好喝 很會參選人力還有我想請問 你心中暖男的定義是什麼呢 暖男要談得上話 而且會請我吃甜點 最喜歡的政治人物是誰 為什麼 我最喜歡的政治人物是歐巴馬 因為他年輕的時候 在芝加哥擔任社區工作者 請你舉出在南投縣 三個適合家長帶小孩子出遊的地方 草屯的手工藝中心 中心新春的青子公園 還有埔里的桃米社區 水里溪那裡有細水的區域 類似清水公園 埔里的地理中心碑 第三個日月潭還蠻建議 帶著小朋友去騎單車 要怎麼樣讓南投不要這麼樣的被邊緣化 南投最重要的我覺得要推動就是低碳永續 去做我們的一個核心 那最重要的我們要做一個創新跟數位 來做我們南投一個解方 那怎麼樣是南投的主要核心 好我提出一個最重要的南投縣 現在我們會面臨兩個很大的挑戰 那人口再老化的問題 我們提出了很多 包括是我們的全民宜居的 對於長輩的一些福利政策 那另外一個就是很擔心年輕人 是不是會出外去然後不會再回來 所以我們推動了一個叫數位身份證的概念 就是說這些的年輕人 或許你本身不是住在南投的 讓我們透過數位身份證 讓你是喜歡來南投的人 或者是你認同南投的人 透過我的公共政策的推動 讓你有機會來參與我 我希望你成為我南投人的概念 比方現在其實如果你盤點在南投縣的很多的空屋 總共有1.8萬戶 所以怎麼樣讓這些抓住 但是我年輕人可能離開了老家了 那我們會透過這些數位人才 他可以我們一起共襄盛舉 然後一起來幫我們把這個房子 你的老家改建成是你想要居住的房子 然後透過你會願意回來到自己 你是有感情的地方 進而我們會打造更好的在交通方面的連結 商業的機會 讓我們的年輕人更有機會回來 產生你南投的價值 我們要讓我們的好被知道 因為過去我們的好好像就是農業 或者是我們的茶很好 那我們的觀光區就不用講了 可是光這樣夠不夠不夠 因為太邊緣 所以我要找回南投的光榮感 21世紀是一個大家講淨零碳排 就是我們假設要做國際行銷 我們也要節電節能 最好的基地就在南投 因為我們有很好的山 我們有最好的發電 綠能發電 可是光這樣夠嗎?不夠 你要有光榮感你要有經濟基礎 所以我一定會增設工業區 讓我們的年輕人在這裡找到就業機會 然後我在設工業區的同時 不會只是工業生產的工業區 我會做科學園區 而且是軟體科學園區 事實上中興大學進駐到中興新出 當時我們就有在做科系的規劃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時候是循環經濟 而且它做的是智慧的半導體 這一切的一切正在中興新春發生 所以不管怎麼樣 南投要找回光榮感 我們要讓大家看到南投的美好 我本身是個運動員 請問你們當選以後 會怎麼傾聽我們運動員的行聲 刺激我們整個南投的運動氛圍 在南投縣我們發現 體育的這個舞台上 有很多是南投的子弟 可是他到最後是掛外線是出去比賽的 對我們來講 就很多會覺得說很可惜 在體育的部分 跟想要念書的孩子一樣 我會設立獎助學金 然後讓他們不要去受到外線是 可能獎金的一個誘因 那第二個就是說 在很多體育場我們也盤點過 比方說在仁愛鄉 會有一個籃球 一個正規的場地 包括在我們南投市 我們也會有一個 國民的運動健康中心 一開始的階段 應該就是要讓他們表達意見 做出來的東西 才能夠去符合他們的需求的 那怎麼樣增加運動員的 他們表達先生 不一定在建設場館 南投縣的體育的各種協會來講 實際上是非常的活弱的 那每一個單項的一個項目 他們都有自己的委員會 他們都會給你傳達很多正面的訊息 一般民眾喜愛的 你也不能說去忽略他們 所以將來在專場的部分 跟休閒的部分 我們都會去顧及 很多的小朋友 不管是棒球也好 籃球也好 都在國小的階段就很傑出 是得到全國冠軍的 但是我們並沒有好好的規劃 所以他們通常國中高中 他們就會往外移 未來我會找企業來合作 甚至於職男職棒來合作 好好的訓練他們 栽培他們 那當然運動 絕對不會是每個人都去當選手 所以呢 我會來強化我們日常的運動設施 設運動中心 同時年輕人喜歡冒險 所以我也會做極限運動的場域 就是希望能擴大大家的運動參與 你如果當選籃頭線長 你要怎樣處理籃頭的垃圾問題 基本上現在處理垃圾 要用高科技的綠能轉化 不要再用30年前的焚化爐 我們的垃圾一定要二次回收全分類 就是可能我們在草屯 設一個自動化的場 廚餘拿去做堆肥 鐵器回收、塑膠回收 那最後非燒不可的 就要打碎做成燃料棒 那做成燃料棒就有三個去處 一個是水泥廠 一個是大的鋼鐵廠 那假設不行的話 我們南投自己就要做一個發電區域 那這個區域也有三個條件 一個到底要設在哪裡 選址條件或者是你有回饋機制 那第三個一定要環平 南投我們就垃圾變房金來發電 目前有正在做的是 縣政府有採取一些新的處理的技術 對於垃圾進行去化 它是產生氣體轉換成氣體 然後可以變成一種再生能源在發電 將來的技術都是這樣 當然除了國際上我剛剛講 就說不是只有這兩種 還有其他的用水處理的也有 只是說這種我們缺乏的是數據的累積 但是最主要的是你要怎麼樣去解決 現在有20萬噸還堆積的一個垃圾 我覺得這是上去之後 你要去盤點所有在國際上 如果是有一些好的技術 而且是對於整個的環境是沒有 不會造成太大影響的 旁邊來看不是太大的困難 像是台中只能帶公車 只要公車可能一小時一班 或者是30分鐘 不管從未來可以銜接到台中的捷運站 或者是說我們要蓋轉運中心 從觀光的角度來看 最重要的我怎麼樣解決我偏鄉交通的不便 溫馨巴士的接送 社區的接送跟客運的部分 我們也會跟很多的業者再重新來探討 另外最重要我會整合在地的白牌車 白牌車的概念 我們以前交通部的計畫叫做步步共乘 可是白牌車的最大的缺點就是自由喊價 透過政府的法規跟規範 然後讓你有一定公訂的價格 讓這些你有空閒時間 你可以來支援的 或者在地的年輕人 也可以增加他的就業機會 我有24小時的零託中心 我這樣的零託中心不是只有保姆 我可能有的是公託機制 就是類似我們南投現在的親子館 我認為要有心理諮商跟媽媽聊天 第三個要有零託中心 因為這樣子24小時的零託服務費用也太高 我想說我如果假設 你一個小時要300塊舉例 我政府出100 你爸爸媽媽出200 你至少可以降低那個負擔 然後另外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